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解除了美國民航客機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機場起降的禁令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在星期三晚間說 考慮到新情況和以色列採取措施來降低客機所面臨的危險 決定取消禁飛令 來自加沙地帶的火箭彈落在特拉維夫郊外機場附近之後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在星期二下達了禁飛令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發表聲明說 將會繼續監視該機場周邊極為動盪的局勢 並且將會在必要時採取進一步行動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哈夫在星期三承認 哈馬斯的火箭彈射程能達到本古里安機場 但這種火箭彈的準確度有限